LSPDF 第24章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 LSPDF 第24章 我們今天要來在洛勝都國際機場附近做機場維安 就是看機場附近有沒有什麼影響到周遭安全或是接一些有關於會影響到機場安全的一些案件 所以像那種警匪追逐啊什麼其他那種大型案件就不在我們的管轄範圍內 所以那個我們就不會去接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上路看看會 第一個就會發生到什麼事情 應該是也不會有什麼太嚴重的事情 因為很多事情都跟那個什麼機場維安的那個維安人員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自己有可能不會像到半個小時那麼長 可能15或是20分鐘差不多 我不確定到時候拍完就知道了 好 剛才那個通報是說有一個 失竊警車 但是那個不是我們的管轄範圍 好 反而我是要來這邊是看問這兩個人啦 因為機場 這附近是不要抽煙會比較好一點啦 就算要抽也到吸煙室嘛對不對 所以我可能要先盤問一下這個人 所以我可能要先盤問一下這個人 好 剛才應該是不要用槍指他才對阿 呃 遊客全都跑光了 太厲害了 好啦 Rose Carter 查一下他的名字 查一下他的名字 名字查錯了嗎 Carter 對阿 應該是沒有查錯才對阿 他牌照有效然後 沒有任何不良紀錄 好 OK 那我現在可能要給他一些警告 就是叫他離開這裡啦 不然的話 我本來是要給他直接罰款才對阿 給他一些警告吧 叫他不要在這裡繼續抽煙了 好可以離開了 他還是回到原本的 他還給我拿 這個就真的要 你全部聽 我已經給你一次機會了 不好意思 你被逮捕是你自己造成的 很好 很好 好跟我過來吧到馬路這邊 等那個運輸單位過來這裡 把你送進警局 盤問之類的 應該也不至於到做老啦 只是 旅圈不聽才 稍微進警局去了解一下他的狀況 好 運輸單位過來要把他帶回去了 OK 接下來我們就繼續我們的植物吧 那個 在大廳這裡抽煙的事情 就被我們解決掉了 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還有什麼 比較 不妥的事情 這邊我是沒有看錯吧 呃 那個圍欄超討厭 那個圍欄都自己不會打開 要讓我一直在這邊自己修車 每次都要撞開的 他這邊舉報 他這邊通報說有 那個什麼啊 大量的 就是 嫌犯的 倭藏處之類的 怎麼會在這裡呢 他們在製作毒品嗎 喔喔喔喔 那個我需要交一些資源 人好多喔 又先 嘖 不能讓他們跑掉 對不要跑 另外兩個我看看 其他的隊友可不可以去幫我追到 我先把這個逮捕 這些嫌犯拒在這邊不知道是幹什麼 JESSICA WELLS 查一下 好 OK很明顯的 他就是被LSPD 那個通緝 那個通緝嘛 然後 呃 我不確定他 另外兩個被逮捕了 好像還沒 還在追 沒關係我先處理這個 我先搜他身 看 呃 他身上有沒有什麼 違法物品 以確保 一下 好他身上沒東西 還是要逮捕啦 叫運輸單位來 把他帶走 好畢竟他是通緝犯 好 運輸單位過來了 然後 我看看要去幫那兩個 呃先不用好了 我查一下這輛車 然後待會再把他拖走 好 好 我查一下這輛車的資料 然後等一下再搜一下車上有沒有什麼 違禁品 或是 呃 毒品之類的 他們可能 剛才通報就是說 好像是自毒吧 那個毒品 好這輛車有保險 然後他的 呃 對 然後搜車子變成 Camping Gear 那個 露營裝備 很正常 露營裝備 那 副駕駛座呢 這個副駕駛座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搜 好 可以 他只有兩個門而已 駕駛座跟副駕駛座 好 副駕駛座找了一個GPS 那應該是都還OK啦 後面這些門都不能開 所以就不搜了 然後我們就叫 那個 拖車來把他拖走 好 畢竟在 跑道上 這樣子 是不太安全 好 拖車不要撞到 我的 不要撞到 啊 喔 我說 不要撞到我的車 然後他直接往我這邊轉過來 算了算了 這應該把那個司機逮捕 你知道嗎 但是也沒必要啦 然後我要趕快 離開跑道了 這樣子 才不會影響到那個 機場的運作 那個 飛機的 起降 我是不確定會不會有飛機起降 但是還是趕快離開會比較好一點 進到這裡 就是被 那個 地勤人員專用的跑到這裡 就比較安全一點 好 我們再看看接下來還有什麼事情發生在機場內 或是在機場附近有沒有什麼 怪事情吧 失竊卡車不是我們的管轄範圍喔 所以我就不接了 然後又要自己把這個 柵欄撞開 車子又損壞 希望有人可以做一個魔術 就是那個柵欄可以自己打開這樣 就真的比較好 好這輛計程車感覺怪怪的 我可能要先 把他攔下來 他剛才一路上 按喇叭然後 又 開起來又搖搖晃晃的 感覺好像酒醉 好 我先給他酒測一下 說不定是精神恍惚之類的 人事 他有給我酒測嗎 先等一下好了 我先問他ID 好 好 Steven Romero 好 待會 我再回來跟你 講一下 Steven Romero 看他有什麼紀錄 拍照有效 沒有任何 不良的 不良的紀錄 看來是還算OK 然後 先給他酒測一下 然後要查一下他這輛車 的資訊 他不給我酒測耶 對啊他不給我酒測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我先問一下他問題好了 他有沒有喝酒呢 他說他找律師 好很好 那他 最近有沒有 接觸一些毒品 沒有 好OK 他不讓我測酒 酒測 那就我也沒辦法 我先查這樣測的資訊 48 OA V921 幫我查一下 好 好這輛車是 那個登記在Steven Romero 就是剛才我們查的那個人的名下 沒問題 然後車輛也是沒有任何不良紀錄 然後車輛也是有 保險的 所以應該看來是都沒問題啦 我們就只好給他一個警告 就要離開啦 因為他剛才邊開車邊一直按喇叭 所以想說 是有點問題 看來應該是OK了 然後他剛才不給我酒測我也沒辦法 我們在附近在繞看看 看有什麼問題 好接下來這個謀殺案也不是在我們的 那個範圍內所以就不會接這個謀殺案 因為那是一般洛森都警學在做的事情啦 所以我們就不會去接他 好我們再 進到機場裡面再看看 機場偉安就是這樣啦 比較沒什麼事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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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Officers report in Mosantos International Airport 目前都沒什麼問題啊 發生的問題都是跟我們不相干的 所以看來自己還蠻比較悠閒一點 比較沒有那麼忙啊 我也是要盡量找看看有沒有 欸 你們兩個給我回來 你們給我在機場上面 在機場裡面飆車有沒有搞錯啊 好 我們現在遇到那個 非法街頭賽車 這邊請求一下資源 他不停耶齁 這台我來追 不要開門 欸 你怎麼還給他開門過去 好 我們在這邊擋住他 裡面那台他應該是困住了 直接開槍 直接開槍 沒有辦法擊斃他 還是要繼續追 好 現在目前 閒犯還是在逃逸中啊 哇 前面是發生什麼事情了 我覺得我這輛 警車模組要改掉了 因為他問題好像蠻多的 會有另外一台警車的空殼跳出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 被逮捕了 喔 被逮捕了 喔 他被電擊了 好 OK 他被抓了 所以我要現在去趕到另外一個 另外一邊 機場裡面還有一個 準備要出去的時候 居然就有看到兩個 街頭賽車的人 從那個大門口飆車飆進來 這個 真的就是有一點離譜了喔 好 然後他現在還在跑到上面 好像是走路 對 他現在是汽車 好 他摔倒了 先生 你不要再 不要再跑了 不要再跑了 不然我要開槍了 對 在機場裡面 飆車有沒有搞錯啊 這是 不知死活呢喔 好 Dwayne Smith 好啦 查一下他的名字 看他有什麼 呃 他的 而且他的牌照還被吊銷 居然還在這邊 瘋瘋癲癲的 好啦 我們接下來就先 收聲 欸 先酒測一下 好了 好 他沒有喝酒 他只是 那個 那個 欸 有喔 他有喝酒欸 0.064 然後他的 欸 那個什麼 標準值是0.08 顯然他是超過 他的 牌照被吊銷 然後又酒駕 然後衝到機場裡面去 這個 非法賽車 這個是蠻嚴重的 所以 這個真的也要逮捕他 那 好 在你逮捕 被逮捕 我們都要把你的罪名先講一遍 以防你自己搞不清楚喔 好 我們接下來 再看看會有什麼事情吧 另外一個也是被 其他的 單位給逮捕了啦 所以我們就只 專注於這個 然後我修一下車 好 OK 我們接下來 呃 好 喔 有綁架案欸 很可惜 不是我們的職權範圍 我們只是 機場的維安而已 唷 然後這邊這台車 應該是要給他脫掉才對 然後他直接 我覺得會像上次 那是第幾張啊 我碰一下 欸 我上次那個是 他也是一樣車子卡在那個 裡面 然後 對 就是這樣 好啦 不管 叫那個什麼 叫拖掉車把他拖走啊 叫拖掉車把他拖走啊 OK拖掉車過來了 這是剛才那個 汽車那個 險犯的車輛 然後另外一個 逃到外面去 然後被其他單位 逮捕了 然後 然後 上次 上個 23章 我有問各位 遊戲音量如何 呃 是蠻多人都留說 音量 剛好 所以我音量就是維持這個現況 不會再繼續 呃 調大聲或小聲 然後還有在 20 23章 我也有 要你們投票說 要 呃 要不要創立一個FB的 影片通知進度的 呃 專頁大家都說要 有沒有 現在已經創立囉 連結可以在主 頻道的主 頁的那個 右上方 可以看到FB的連結 跟每一部影片下面的 呃 連結都有放那個 FB的 那個什麼 那個 專業的連結啊 對啊 好我們現在這邊又接到 另外一個按鍵要接一下 在機場跑道內 怎麼會有 呃 上演B車 惡意B車是嗎 就是一些 不正 不正業的駕駛 惡意B車你看 好我們現在叫他停車 好 那個 受害者 我是不知道 他會 我們反正主要是 這個 惡意B車的 這個人 好問一下他的ID 好 J Smith 怎麼今天遇到的都是 Smith 史密斯 死密斯啊 他們是同一個家族 是不是啊 他們同一個家族都說來犯罪 好 J Smith 看他有什麼 好他的駕照 已經被吊銷了 然後又現在又做出這些 惡意B車的舉動 真的是非常不可取啊 就是找查 我們現在來檢查他的車牌 看看這樣車是 是不是也是有問題的 待會再訴訟 把他所有的 他犯的案件都訴訟出來一次 沒有按到嗎 好 好我們現在查他的車牌 剛才應該是沒有按到 好 好他的牌照不但被吊銷了以外 然後他的這輛車也並沒有保險 這是非常 呃 是算蠻嚴重的 所以我可能要請他下車了 好先生請下車喔 你現在 就因為惡意B車 再加上 呃 牌照被吊銷還上路 而且你這輛車也沒有保險 所以 而且我還在他身上 他旁邊的通知還說 我在逮捕他的時候還發現他的 身上還帶著一把刀 好 呃 這樣這個一定要 真的一定要被逮捕 好 先生你因為惡意B車 再加上車輛沒有保險 然後再加上 你牌照已經被吊銷了 所以我們這邊依法叫你以待捕 然後再把他的車輛給脫掉 好 我們接下來就叫脫掉車把他的車子拖走 然後我們再去問看看後面這個 人他有沒有什麼事情 好 好 OK 我們 還是先問一下他的ID 好了 他這邊給我問嗎 我再看看會不會 好 好我先問一下他的ID吧 雖然他是受害者 但是還是要調查一下 Charlie Harper 查理哈波 OK總算不是 那個什麼啊 那個史密斯家族的人 看一下他有什麼 紀錄他的牌照有效 沒有任何不良紀錄 OK他就是 算是 算是 沒問題的 但是車子的資料還是要 查一下子 以確保 這輛車是沒問題的 如果都沒問題的話 可能就是直接讓他離開了 因為畢竟他是 被逼車的人 好 好 資料出來了 OK 我們原本認為你是安全的 結果一查 如果我沒有查是 就讓你跑掉了 你的車這輛車是偷來的 先生 好我們正要把他逮捕 雖然你是被逼車的人 但是你這輛車 我們一查是 失竊車輛 你還是要被逮捕 好我們收他身 看看他身上有沒有什麼 其他東西 然後車子也要收一下 好 他身上有一個日記 Dairy 然後他車上有什麼 我也順便看看 好 駕駛座沒東西 那後駕駛座咧 沒有東西 那副駕駛座 查一下 OK他的 副駕駛座 查到一個損壞的 汽車的那個 卡 就是 不是卡 就是汽車零件啊 說錯了 損壞的汽車零件 好 我們還是要把這輛車 交給保險公司去 處理 因為他是 失竊車輛 還是要打給保險公司 不能拖到那個 那個 警局的那個停車場 好 我們就叫運輸單位 把這個 偷車犯給逮捕 先生你因為 偷車喔 所以 將你逮捕 好運輸單位也過來了 好 在機場跑道上 也可以發生過 那麼多事情 我是覺得 非常的 驚訝 好啦 他被逮捕就好 然後 這場 24張的 機場尾安 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因為 應該也是有 半個小時了啦 因為 每一部影片 都是 LSPDFR 跟 美國卡車模擬都是 主要是 以半個小時為 呃 就是 為上限啦 OK 那這個機場尾安 這一張 24張就是到這裡為止 然後下一張就是 你們一直想要看的 那個 軍人 所以我們就在下一張 LSPDFR的軍人章節 再見囉 然後 希望這個機場尾安 你們都會喜歡 然後 喜歡的話就可以按個讚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來收看更多的 LSPDFR 再見囉 掰掰